为什么赞赏周亚夫 因为突然之间 周亚夫让孝文帝刘衡 找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安全感 甚至是对匈奴作战必胜的信心 多年以来呢 他一直寻找真正的将军 以便于把这国家托付给他 没想到的是当他赚了大半个中国 木然回首那人却在周将军家门出 事实上我们也不能责怪刘衡 没找着老周在这个门上 刘衡更不能深切的自责 正因为有周亚夫等牛将守门防备 一个月来 匈奴只在边境继续徘徊 不敢有所进进 两军对垒犹如俗人斗殴 明明都摆好阵势了 你不打我 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刘衡这下的也坐不住了 便被动防御为主动进攻 向边境压过去 可笑的是呢 当匈奴人看着汉兵逼来 二话没说 这帮抢劫犯全部一溜眼跑了 汉军也不强追 也随即就撤军了 到此为止呢 刘衡总共啊 是被匈奴骚扰了三回 次次都损失惨重 无语对苍天 孟子说 内无闲事 外无敌患 国常常是要灭亡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刘衡也不全是损失 因为匈奴狼屡屡进犯 教会了他怎么去做一个 对得起天下苍生的好皇帝 特别是这些年来 国无良将这四个字 就跟真一样的 扎在刘衡的心头啊 他以为这辈子 不可能完成 对国家良将的培养了 可恰恰是 君臣谗余的此次进犯 让他找到了一个可以托付 汉朝未来的良将 这个人当然就是周亚夫 而且周亚夫是老天 让刘衡在临终前挖掘的将军 单就这一点 刘衡多年的耻辱 没白人 而是他完成了心头之愿 就算即可驾兵 就算即可驾崩 也许啊 他也会含笑安心离去 公元前157年夏天6月 这一年开春以来 天下无事 地上没有地震 天上没有背心 可就在6月1日那一天 整个消息 来 传遍了长安城 一条消息 什么消息 刘衡 孝文帝 崩于魏阳公 临死之前 刘衡就写好了一封 常常的关于丧事的遗仗 不过 总结起来却只有一句话 一切从简 不必浪费 一个伟大的皇帝 就此淡然谢幕 埋葬霸凌 相年45岁 咱们总结刘衡这一辈子呀 四个字 功德无量 这不仅说我们个人的评价 自司马迁一将 所有历史学家都没少用这一个词来形容刘衡 然而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依然渴望以沉默的灵魂穿越千年的烟云 唤醒霸凌底下刘衡 让他给我们讲述一个真实的他的故事 所幸的是呢 我们生活的时代 穿越小说遍布天下 在此呢 我们也托穿越小说的福 我们呢 也穿越一回 我们回到汉朝 来到刘衡的身边 让他自己来讲一讲 他这一生 是什么样的吧 接下来我们就以刘衡的身份 来描述一下自己的这一辈子 关于我这辈子呀 应该是一刀劈开两半恩论之 23岁之前是一半 23岁之后是另一半 23岁呀 你们从21世纪的那一天 算起的话 可能也就是大学刚毕业 甚至有人为避免城市竞争呢 选择到遥远的边疆服务 或者支教去 而我刘衡这半辈子呢 下乡的好处是 全赖于我老妈的好教育 我的性格及我的人生哲学 几乎全都是他给我培养的 老天爷是公平的 他关上你的大门呢 就会给你开启一扇小窗 代理的情况你们也是知道的 这里边山高皇帝远 咱们就不说了 整年呢 就是风沙吹个不停 也没有盛产土特产 凶人高兴的时候 大冬天呢 还喜欢跑我们这山杆来旅游观光 并且抢走我们的百姓和牛羊 但是我老妈呢 偏对这现状很满足 她总是对我说是做人嘛 一是不要出风头 二是要学会满足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穷 也觉得挺开心的 因为这里没有宫廷 争宠的儿与我诈 没有朝会上的唇枪舌剑 更没有人背后啊 使得阴谋诡计 果然屡致专权的时候 她向得了狂犬病 是到处咬人 可结果呢 因为我们穷开心 因为我们不于事争锋 反而我们留了一条小命 在这儿首先得感谢老妈 她不但孕育了生命 而且用貌似柔弱的老子哲学 为我创造了未来翻盘的机会 听说呀 有个叫越往东山的人 会写这段历史 有个叫大宇的人会说这段历史 到这儿的时候 世界上的很大一部分人 因为华尔街金融风暴失去了工作 但是呢 我要告诉你们 在中国历史上 其实最难找工作的就是皇帝 毕竟你们还有东边不亮 西边亮的机会 可我就不行了 对任何人似乎当皇帝 只有一次机会 一旦是错过了 八辈子会都来不及啊 就在我二十三岁那一年 那个一心抬我 最后却被我一脚踩到底的周伯 给我送来了一大好的机会 当时说真的 我实在不敢相信天上会掉下馅饼来 而那个时候长安的情况 你们也都知道 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个乱啊 周伯陈平也好 刘彰兄的也好 刘泽也好 等等等等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天大的算盘 而且这把算盘就是在这场变更的政权当中 得到最大化的利益 而就在这时候呢 他们突然转头对我说 我们把利益的最大化交给你了 你会信吗 反正我是不信 因为在包裹没有打开之前 我不知道他们给我送的是炸弹 还是庆生蛋糕 所以我必须小心翼翼 有再小心翼翼 就像非洲高地里躲藏着的身材硕大 却异常胆小的老鼠一样 一步三打 就恐怕被长安这群痴人的狼给叼了解 还好 皇帝的位置有惊无险的落在我手里了 对于这结果呢 陈平是满意的 我也是满意的 周伯原先也是满意的 但我相信他后来肯定不满意了 我为什么要踩周伯呀 我有必要解释一下 我并没有想传说当中的勾建那样 长一副 硬勾鼻子 按当初范黎对文仲所说呢 岳王此般长相是可以共换的 不能同富贵 所以呢 他要决意功成身退 退隐江户 其实面相学这玩意儿 都是我们这些皇帝 将相之人拿来胡劳外星的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出现 这么多个共患难 却无法同享天下的人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资源的匮乏 按你们的资源生态学的说法 就是资源匮乏 可以排成金字塔结构 根据这个结构 对资源的争夺 也成金字塔式 越往上越激烈 你想想非典怎么来的 市民们不满足吃家出 乱吃野味吃出来的 权力就像食欲 一旦不能满足现状 乱吃就吃出一血染的江山 由这点我们可以多多少少明白点道理 皇帝味啊 他就一个 谁都想往上挤 可结果是为了这皇帝味的 六亲不认君臣 是和朝纲混乱 一切都可能会乱了头 我当然不是害怕 位高权重的周伯 夺了我的皇帝味啊 但是打周伯接我入城以来 我就敬畏他 可是日而久之 我发现这种敬畏 让我有如坐在火盆上 炙烤一般我难受啊 你们没当过皇帝 你们不知道其中的滋味啊 什么叫天子 就是上天派下来 打理天下的家长啊 家长在孩子面前 就应该高高在上 屈高临下 威风凛凛的 可事实是什么 周伯的情况之前 你们也看到了 他竟然比我还威风 长此以往 天子之为何在 这就叫卧榻之策 弃容他人 叫我好梦啊 所以当元昂 给我讲了一堆 如何保持皇帝的 拍马屁的话之后 我就已经决定了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把周伯这块石头 搬开上来 如果搬不开 我就把它推下悬崖 一了百了吧 或许你们又要拿 现代人的人权主义 来干涉我了 什么狡兔死 走口喷之类的 讽刺的话 其实啊 你们站在我这位置上 你就知道 什么叫当皇帝 混口饭吃不容易了 又或许你们要拿 刘长的事 给我说事了 拜托千万不要 给我唱那么大一尺步 尚可逢 兄弟二人 不相容的歌谣 哎呀 他不 不要这样说 在这里我要严正声明 刘长的死 是他个人性格的悲剧 我只能负一半的罪 我知道 问完了刘长 你们又要让我解释 那不招自杀的事件了 我告诉你们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除此之外 我什么都不想说 因为我就知道 问完了这个 你们又会像狗仔队似的 又追问着我和贾易的感情 甚至怀疑我和邓通 是不是搞同性恋 我只能这样说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所以你们不要老是 揪着我的隐私不放 想窥视我的心灵 可以 但是要点到为止 如果我把心底的 所有私密都脱盘而出 那以后那帮汉学家 还有什么肯 还是留给人家一个饭碗吧 其实你们更应该关心的是 我这些年来 为天下都做了些什么 不然别人还以为 我当皇帝 只有吃吃喝喝 没事拉撒 是吧 不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历史对我的评价 我本人也是甚为满意的 因为我23年皇帝路 只突出了一个重点 就是以孝治天下 关于孝顺的孝 孔老先生已经有过专门的论注 在我们这个家天下的时代里 所谓国家就是扩大的家庭 所谓家庭就是缩小的国家 所以儒家才会有修身 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理想 这句话不仅指的是 做事要从小事做起 更重要的是 以治家的观念去治国 以治国的理念来治家 这都是可通的 比如说孝道就是一个 孔夫子说居家 子孝父 出世 陈孝君 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 君爱臣 犹如父爱子 孝道就像是一条 看不见的绳索 更是整个国家的润滑油 它只会使国家 变得更加和谐稳定 在家伯太后 就是我的母亲 做了皇帝 百姓和人民 就是我的父母 为了让父母有范指 有遗传 我听家义等人的种农之策 亲自种田 以作表率 除此之外 我甚至把许多莫名其妙的 都废了 甚至是还把家与百姓 身上的刑罚 撤的撤 改的改 还百姓 以宽松的政治环境 应该说对于这一点 我做的是问心无愧的 因为我没有表面那一套 背后那一套的 那些做法 我自带地来长安 当皇帝以来 新衣服我都舍不得穿 新房子我都舍不得盖 就连小老婆吵得要快 好不做医生 我同样舍不得 让他们拖着裙部 落在地上 我自始至终都保持着 节俭从约的习惯 不仅是我有一个好家教 更重要的是 我得为天下苍生照相啊 因为如此 我才不想发动 对匈奴的战争 讲到匈奴 我真的有一肚子的怨气 怨的是天生匈奴 就是促进 汉人进化的天地 让我们这国家 屡屡被骚扰 共激略夺 简直就像是 长夜里永远 挥不去的噩梦啊 也正是如此 后世有许多愤青 甚至骂我软弱 不敢对匈奴 做深入的追击 他们之所以能骂出口 是因为他们统计过 在我的任期内 国家经过 长时期的修养 老百姓有饭吃 有遗传 心里也有新想法 这个新想法 当然是只可以 向匈奴讨回尊严 面对着这些 零零碎碎的指责 我就在想啊 在生命的长河中 生存权和尊严权 是同等重要的 如果偏要在这两者之中 选出一个更更重要的 那你会选哪一个呢 是人民生存的权利 还是国家尊严的权利呢 没错 我们是受到了匈奴 三番五次的略度和骚扰 但是自我老爹刘邦 甚至屡开后以来 我们汉朝基本上 都达成了一致的 国家发展方略 在国家尊严的底线下 允许匈奴的无理挑衅 我们的底线就是 不把战争扩大化 不使国家失去一寸领土 本来就是嘛 匈奴爱抢 我们就花点钱消个灾 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有位名人曾经说过 中国要想走向富强 必须韬光养晦一百年 其实在两千多年前 我们汉朝也是这么干的呀 我们暂时和亲 不过就是权宜之计 一旦又鸟成雕 又虎成王 我们就可以挺着胸膛这样说 匈奴你给我等着 我相信 汉朝人终究会等到这一天 因为我的祖辈几代人 忍辱负重 等的就是这一天 刘恒死了 汉朝 有点忙活了 当然了 第一件事呢 要忙的就是 太子登基变皇帝 公元前一百五十七年六月九日 太子刘其举行仪式 其皇帝位 立伯飞为皇后 伯飞呢是伯太后的家女 可惜的是伯太后 给自家孙子推荐的 是一个 说难听点啊 不会下单的目击 无子可立 所以太子之位呢 就暂且 空缺了 汉朝第二件要忙活的事呢 就是组织专家小组 评估刘恒生前的政绩 并且呢 给他戴两个重要的帽子 嗜好和妙好 所谓嗜好呢 指的是皇帝死了以后啊 专家小组 集体讨论给皇帝起了外号 听说这套方案呢 是周王朝发明的 而且有一定的规格和标准 比如说 尊贤贵义称公 刚强直礼称武 温柔贤善称义 渊源流通称康 游义而济称景 柔智慈敏称慧 除残去虐称汤 敏民慧礼称文 这些帽子当中呢 个人因为致民 以及性格特征各有所属 比如说刘盈呢 史称慧帝 刘衡史称文帝 刘起史称景帝 刘彻史称武帝 除了嗜好以外 庙号也不能少 后黑学大师李宗武就说 人活一世 谁不想死后 能进贡庙吃等猪肉啊 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啊 皇帝会越来越多 这些人死了以后 不能挤在一个庙里啊 必须各立新庙嘛 然而新庙犹如盖房子 不是说想盖多高就盖多高 多论功而盖 是吧 也就是说呢 就论功盖庙 就有了庙号 你有夺的功 就给你盖夺的个庙 庙号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祖 一种是宗 一般情况下 打江山的才能叫祖 想江山的都是宗 所以呢 打江山刘邦被称为汉高祖 可是呢 后世做江山的皇子皇孙多了 也不能只叫一个宗字了得 又得分两个档次 比如说太宗 发扬光大产业 世宗高宗 这是守成令主的美好 仁宗 宣宗 圣宗 孝宗 成宗 锐宗 这都是贤明的 这个君主 忠宗 宪宗 忠兴之主 哲宗 兴宗 这都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 神宗 英宗 功业不足 德宗 宁宗 过于懦弱 玄宗 真宗 礼宗 道宗 好玄虚 文宗 武宗 明宝石匾 穆宗 敬宗 功过相当 光宗 西宗 昏庸 埃宗 思宗 那这就只能是王国了 关于刘恒呢 由丞相牵头的专家小组 最后论定 孝文皇帝庙 一位 帝者 太宗 之庙 这是第二件事 忙活完了 还有第三件事 要忙活 就是大赦天下 这是所有皇帝 登基必须要做的一件好事 这汉宗 上台要忙活几件事 当然盖刑法就是其中一件 朋友奇怪了 不是刘恒已经改过了 这刘恵怎么还要改呢 刘恒和刘恵这段父子 开创的这文景之志 到底给老百姓 带来了什么实际好处呢 我想无非就是有以下两种 第一个呢 就是吃饱了穿暖了 第二个呢 就是少受罪 道理是很显然的嘛 在中国历史上啊 文人永远都没有停止过 替老百姓呼喊的声音 有这么句话 亡百姓苦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咱们理解 受战乱之苦 而后者呢 国家兴了 为什么百姓也苦呢 往往受皇帝大兴土木 功成之苦 但是刘恒是个例外 他没有大兴宫殿 穿的衣服几十年都没变过 心让百姓乐 我想这才是文景之志的 魅力所在 关于国家刑罚呢 咱们刚才也说了啊 这个刘启呢 也要改 刘恒生前呢 其实啊 也已经把很多重罚 都改为轻罚了 可是刘启却认为呢 不对 怎么不对呢 说这个文帝啊 废肉性 貌似呢 清醒 就比方说割鼻子了 割耳朵了 挖眼睛了 断脚断胳膊了 这种的 哎 这把这肉性给取消了 说貌似清醒 实则是杀人 把刘启之所以这样说啊 那是有原因的啊 刘恒规定 你看啊 凡是行道砍左脚指的 改鞭打五百 应该割鼻子的 改鞭打三百 刘恒以为呢 老改犯呢 就此呢 只吃点皮肉之苦 挨鞭子劈劈啪啪打一顿完事了 回家痒痒伤 好了就行了 少了些 短脚少鼻之苦 这无论与谁都是有好处的 可事实是什么样的呢 这些个老改犯呢 根本就没几个能盯得住三五百鞭子的 这些人不是被鞭子给抽死了 那也多半呢 就抽完之后就成残废了 要不呢 就是烙的鞭打后一争 于是呢 本来只是少脚缺鼻子的 有些竟然活活被打死了 你做好事竟然变成做坏事了 所以刘起就认为啊 说这不行 这么打呀 肯定都不行的 那不把人当人看吧 于是马上下招 边打五百的呢 改三百 边打三百改二百 如果还是没有人盯得住打的话 那还 刘起也想好了啊 那咱们干脆就再各减一百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我想刘起啊 他心里应该就已经做好 这样的思想准来了 这历史上几乎没有只做好事 不做坏事的皇帝 刘起呢 也是这样 他做完好事了 就像找个人使坏了 说白了 刘起就是想杀个人了 此人呢 正是刘衡生前的宠幸之人邓通 邓通得罪刘起 不在于他拥有数百万聚财被嫉妒 他的死穴恰恰是他最擅长的活 什么呀 拍马屁 这夜路走多了 总会有碰到鬼的那一天 是吧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呀 拍马屁拍多了 也会有拍的马脚上的时候啊 邓通拍的刘起这只马脚 过程呢 大约是这样的 我就简单给大伙说一下 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这刘衡啊 临死之前呢得了一个拥居病 是吧 这个病呢就身上啊 长了个大脓包 网出流浓血 那个时候呢 邓通为了显示爱的伟大力量啊 亲自为刘衡 瞬息这东西 刘衡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心里边就不开心 奇怪就问邓通啊 你说这天底最爱我的人会是谁呢 这邓通非常从容 陛下我想应该是太子吧 刘衡一听就乐了 爱他呢 就不要让他吸浓血 这是刘衡对邓通说的 爱他就要让他尝尝血化与浓的滋味啊 这是刘衡对太子说的 于是呢 刘衡啊 马上就把太子照到病床前面了 来 你不是爱我吗 我不是你爹吗 你不是我儿子吗 你将接我的江山了 来吧 你试试 你看看 我看看你到底能对我做些什么 吸浓血来吧 刘衡这伟大的创举 实在上刘衡面露难色 当然了 刘衡是可以选择拒绝的 可问题是刘衡必须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那就是让即将到手的皇位呢 泡汤 事实是在皇位和拒绝吸浓血面前 刘衡选择的前者 深呼吸 深风喉 紧闭双眼 蹲蹲蹲 哎 真稀奇了 吸完浓血不久之后 刘衡才知道 哦 他所以遭着一回恶心之举 原来是邓通给逼出来的 于是这刘衡这心里啊 也就张起了一个恶心的农包 哎 就是这邓通 这个农包一日不割 刘衡一日心里不甘 终于呢 他等了这一天了 刘衡对邓通这农包动手术的过程呢 大致是这样的 我也是简单说一下啊 因为邓通这人实在不值得我们多费口舍 首先免职 其次教唆手下 搜集罪证 再次罪证成立 逮捕下狱 没收所有财产 更让邓通绝望的是 他多年积累的数百万聚财 落得刘衡手里不说 反倒欠着政府数百万钱 其实在刘衡看来啊 邓通一点都不远 他被没收那数百万 就算当初他替刘衡吸农血的费用 本来就是吧 这是邓通工作该干的事情啊 邓通凭什么叫太子来做啊 那既然太子要亲自来的话 那你就得舍着钱呢 再说了 刘衡当初为什么执意让邓通一夜报复 还不是因为要粉碎算命的 对邓通说的这贫死论 说这邓通肯定是穷死的 这就叫什么 人算不如天算 今天破产之邓通 你想不穷死 唯有下地求你的刘衡兄弟去吧 果然刘起派专门管理 日夜监视邓通 只要有人给他钱或财物 通通没收充公抵债 于是一无所有的邓通 只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而死时前对邓通来说 那简直就是天外之物 不久邓通死去 有人发现 他身上竟然是真的一分钱都没有 果然是贫死的 天意 说完了这刘起啊 上台之后这几件事情 我们呢 就得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件事情了 什么事情呢 就是外戚 在汉朝历史上啊 有三股势力 犹如疯狗一般 一直都在互相撕咬 互相攻击 甚至是没完没了的火兵 他们分别是文官集团 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 特别是外戚力量 如果没有他 汉朝就像卸了庄的女人 立即是暗淡无光 外戚力量呢 又分两窝人 那就是各属于皇太后和皇后的人 往往是皇太后这么一嘎呗 外戚呢 即刻土崩瓦解 接着皇后的外戚上台 当皇后有一天变成皇太后了 甚至中途崩除的时候 那些个随人得到的鸡犬 立即又被打得落下一地鸡猫 屡治之后 伯太后的外戚唯有一波招 还不幸被刘恒 动员百官以哭丧的方式给整死了 是吧 做个自我了解 更不幸的是呢 好吧 容易嫁一个博士家族的女儿 给刘起当皇后吧 不生孩子 这就是命啊 天不欲 何必争啊 现在伯太后老了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丰烛之年的老人 他内心的悲苦 在他有生之年 最大的不幸 无疑就是白发送黑发 送走了波招 又送了刘恒 现在他纵有千金节 似乎也不再重要了 他唯一能做的 或许就是等待一场向北的风 烧他的灵魂直飞上天吧 然后掩埋在那曾经 寂寞有多么温暖的待举 因为在那里毕竟保留了充实无争的生活记忆 孝景二年公元前一百五十五年夏天 太皇太后博士驾动 四年之后孝景后的博皇后 无子无宠终被废除 现在终于轮到窦太后登场了 说起窦太后的革命家事 总是让人唏嘘不已的 在他和已世的博太后之间 似乎有着某种相似的点 首先早年的受苦 晚年相复 其次对皇老之术都有着共同的代号 特别是窦太后 对皇老的学问 那简直是如痴如狂 不能自已 更疯狂的是 他要让皇族甚至是外戚 都要像他那样热爱皇帝和老子 除了皇老之术之外 不许读其他的书 否则轻的就是挨骂 重的就是挨打 从此受到冷落 正是这个苦命出身的女人 让孝景时期的政治 只都带着一股浓烈的老子气息 于是史学家甚至把这段历史 称之为皇老之志 一个身居宫史的老太太 竟然能把学问搞得如此的风靡 我们只能说的确太传奇了 事实也是 窦太后不但生活具有传奇色彩 她的人生及命运 似乎从她入长安开始 传奇就像五百万大将一样 屡屡被她撞上 窦太后呢 是在吕治专政的时期 梁家女被选人公买的 后来吕治觉得长安养太多宫女 不是好事 于是呢 就把一批宫女呢 分配给诸侯王每人五个 而恰恰是窦太后 就在这批呢 被驱逐出长安的名单当中 窦太后是赵国庆和人 一个弱女子背景离乡 不如一心一意重归故里 于是在出发之前 窦太后特别去找了 分配宫女名额的某太监 说一定要把我分给赵王啊 那个时候呢 这位太监官呢 就满口答应了 可是当正式出发那一天 窦太后傻子 因为她的名单不在赵国 而在那穷地方待国 得了 这下子真完蛋了 于是窦太后立即回身 痛哭流涕找领导 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说给我分赵国庆了吗 这怎么给我整袋过来了 哎呀那太监堂塞 呀呀呀呀 实在不好意思 我把这事给忘了 这不是扯淡吗 说白了窦太后 当时啊 就是没给她送银子 或者是说送少了 不然这天大的事 怎么说忘就忘了呢 可是啊 这时候名单都分好了 你改是改不了了 大印都盖上了 但是窦太后呢 执意不肯揍 我要说这窦太后 也实在太可爱了 吕智这次行动啊 是专门把他们送给诸侯王 当小老婆的 你不去 那得问吕智答应啊 不过话说回来啊 带王不就是人穷一点 地方偏一点吗 可是他有优点呢 人特别的节约 又特别疼爱媳妇 或许被他看上的 何尝不是一件美事 最后窦太后 还是被硬逼着去了带国 他来到这块 风沙满天飞的穷地方 正是他最美丽的时刻 而恰恰是 就在他这 如花开放的美丽时刻 竟然就被刘恒 给瞧上眼了 哎呦喂 宠到心里 甜到心坎啊 这斗士的祖坟呢 这冒了一堆的青烟 跟着了火似的 斗太后 被刘恒宠生的成果 就是不久 生了个女儿 哎 这就是著名的 刘嫖 长嫖公主 后来呢 又生了刘启刘武等兄弟 那个时候呢 刘恒呢 已经有了一王后了 并且呢 替刘恒生了四个儿子 刘恒如果说要立太子的话 那这好事呢 怎么成 怎么算 他也算不到谁呢 这斗太后这边 说把老斗家这边 他怎么算 也算不到这边来 可是不久呢 王后得病 死了 更奇怪的是 当刘恒入长安 当皇帝的时候 王后这四个儿子 就跟小金得温病了一样 一个接一个的 排着队的就走了 更觉得还有 刘恒宠幸的另外两个女人 接五子 哎 于是斗太后 理所当然就被封为皇后 刘启就被立为太子了 这下子要不是斗氏祖坟冒青烟 哎 鬼都不信 斗太后的兄弟 兄长君 帝广国少君 是吧 斗太后贫寒出身 父母早死 斗少君在他四五岁的时候 被人犯子掠走 四处转脉 杳无殷心 据斗广国后来讲啊 他被卖了十几处 最后被转到 伊阳某户人家 最传奇的故事呢 再次在斗家身上发生了 斗少君被卖了以后啊 替主人入山烧炭的时候 那时候到山里烧炭 了有一百多人 环回夜里 全聚的悬崖底边打地铺 可是在某夜里 突然之间呢 山崩了 哎 把睡的底下一百多号 人全给压死了 就唯一个活着的 哎 苍天保佑 这人就是可怜又命大的斗少君 于是呢 他就给自己算了一挂 哎呦 极挂 数日后必定被封猴 这事不对 我就剩一条小命 我能还就不错了 还封个猴 你这玩意太厉害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 大胆不死 必有后福 宁明之中猴卫在哪呢 哎 对长安城啊 斗广国就把目光啊 锁定着长安城上了 老子说呀 福祸相遇 哎 就算去长安落了空 就当做是来首都旅游观光来了 于是斗少君咬着牙 朝着长安方向 对天空吼出一声 出发 我这就走了 咱们现在可以说叫行走的力量 对任何国家 四五首都呢 从来都不是外乡人的天堂 更不是流浪儿的一边缘 当然了 他也不全是地狱啊 流浪儿或者闯首都的人 也不全都是地老鼠 是吧 首都永远都是地狱和天堂的混合物 在这里只要你有足够的运气 完全可以一步登天 一夜成名 恰恰是斗广国 具备足够的好运气 在长安街头啊 斗广国听说新任的皇后 是赵国清和官 官亲人 姓斗 这个路边新闻 仿佛救命稻草 点燃了斗广国内心 多年惨淡的生活希望 她也是清和官亲人 姓斗啊 而那传说当中的斗皇后 不会是她亲姐姐吧 如果是 哎呦喂老天爷爷 请让我怀着虔诚的心乞讨 让我回到姐姐身边去吧 除此之外 我别无他就了 斗广国怀着碰碰运气的心 写了一封信 她在信里边呢 记载了小时候和斗姐姐 采丧的幸福时光故事 很幸运的是 没人截留这封信 似乎也没有人觉得 这是天方夜谭 于是家书很顺利的 落在斗太后手里 当打开这封 沾满了泪和血的回忆录的时候 斗太后无比的震惊 天哪 第一个反应就是 立即将此事告诉刘恒 刘恒第一反应就是 把此人召来去 斗广国有幸走进了魏阳公 现在他离封侯家绝就差一步了 天堂和地狱只差一步 如果真是斗姐姐可以一步登天 如果是冒认 那对不起 你也就被一步推下地狱了 实在太悬 斗姐姐是有一多年失散的斗弟弟 这没错 她也曾和小弟弟一起 采丧东地下 这也是没错 可问题是 采丧本是农家平常之士 这不能作为终极证据 更麻烦的是 那时候没有高科技 不能验DNA血缘见灵 唯一的办法就是 找出一段 彼此都刻骨铭心 岁月之道永远都割不断的记忆 恰恰是斗广国 已经准备了这段口述录像 只见她缓缓地回忆道 当年啊 姐姐离开我的时候 是在一个驿站宿舍里边 那时候姐姐您却讨了一些米汤 给我洗头 然后又讨了一碗喂我 最后才流着肋 离我而去的 窦太后听完呢 也不顾自己太后之尊 当然这时候是皇后啊 立即是跑上前去抱住窦广国 是大声的悲气 天哪 你就是我多年不见的亲弟弟 此情此景满朝官员都替之落泪啊 本来以为是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本来以为是纵是相逢 应不实 尘满面 病如霜 本来以为是劝君更记忆杯酒 吸出阳关 无辜人 可现在 仿佛就像做了一场梦 残酷的喜剧的悲伤的 而又多情的命运呢 你怎么将我们带到了庄周梦蝶之境 真不知是邵君化成了那只爹 还是爹化成了眼前的邵君呢 事实告诉窦姐姐 这不是梦 赵国清和祖坟 的确着了火了 不然那个 冒了烟了 然而当时呢 当周伯和冠英看到广国 现在像从地上冒出来的外戚的时候 他们害怕了 本来以为没有外戚了 可没曾想这又出了一个 没办法 他们心头的余悸还在呀 刚搞定了屡路屡产等外戚 又来了一帮外戚 永远没完没了 如果万一假如汉朝再来一次外戚专权 那他们这些老家伙 还有精力接受折腾呢 于是周伯 冠英及陈平等人呢 认认真真的开了一个蓬头柜 然后总结得出 我们那些老臣命的 都记在窦长军 以及窦少军两人身上了 俩人出身低微 又不知书达理 更不懂得军高尘卑 必须派君子长者 给他们加强教育 避免冲倒屡是外戚 作乱之负责 这就叫什么 防患于未然 未雨重逢 本来就是外戚作乱 那犹如疯狗咬啊 一旦被咬中发作 死亡率百分之百 所以防范外戚的政治狂犬兵 必须得先达预防针 周伯等人 也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可事实是呢 他们的基本目的 也都达到了 在后来的历史当中 窦长军两兄弟 不但没有拉帮结派 结党营私 反而成了让人尊重的 彬彬的君子 窦士外戚力量的登台 重点转移到 另外一个人身上 他就是汉朝 大名鼎鼎的 外戚代表人物 窦英 继续